她应该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椎肩盘的急性的发作 导致了后肢的塌坏 经过治疗之后 她现在已经能比较正常的行走了 但是因为要保证她 后续预防她发病 定期来做针灸的理疗 其实进到宠物行业的话 才知道我们宠物这方面的 原来还有中医 动物的话相对比人可能就 血胃的刃 然后还有一些倒定 让我们不动这方面 因为你不动才能够下针 你血胃的一个才能够下的准确 通过去增次她指定的一个血胃 然后在中医上面的话是说 调理器到一个调理器 的一个作用 那有时候比如说 比较常用在一个运动系统上面 或是神经系统上面 进行疼痛的管理 基本上我们家狗就是在长期的一个复健过程当中 是肉眼可见的好 它从脱形一直到脖形 包括现在它基本上走动很自如 我觉得针灸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中国人吧 我们都就是一直生性责中医 它是有它的魅力的 用到宠物上面的话 其实就之前是幻想过 没想到会真的就是有这一片领域 他们现在是在研究 不管是针灸还是艾灸这种方面 我觉得还是很有很大的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宠物的市场更趋向于老年化 那慢性的疾病 其实不管是针灸方面的治疗也好 中草药方面的治疗或者是死疗 对于动物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对于动物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所以我们的生命也看到有这个感觉